嘿 掌声再次送给孩子们 谢谢 谢谢 孩子们的表现太可爱了 当然我要建议 把掌声送给最可爱的超哥 那么热的天 超哥 为了孩子们 你真的是拼了 来 掌声送给超哥 热不热 烂不热 汗都流下来了 还好 我觉得晚上反而比 下午要凉快很多 好喘 但刚才看到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是发自内心地 涌出来的那种快乐 对 根本听不下来 而且我很怕撞到他们 因为那个 只能从嘴里面看 是 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从嘴里面看 我又很担心 那个跑到轨道里面去 嗨 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同市 新生二小 五年级的学生 卢嘉玉 欢迎卢嘉玉同学 大家好 我叫张欣妍 我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新生 第二小学四年级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大同煤矿工人 好 欢迎张欣妍 这是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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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田之伯 我来自天津市 华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小学生 欢迎你 还有你 大家好 我叫霍俊琪 我来自天津市华安小学 三年级一班的学生 好 欢迎四位可爱的小同学 欢迎你们 我是不是你们心中的熊 不是 不是 你们心中的英雄 是 来个熊抱吧 来吧 哦 哦 因为这四位小朋友 其实超哥无论是在节目 或者在这个工作当中 都有过接触 对不对 对 前两位山西大同 还记得跟他们参与了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吗 跟我们 我们捏了 橡皮尼 对 你赢我吗 没有 我们打了平手啊 对对 记得很清楚 记得很清楚 打了平手 喜欢吗 嗯 真的很喜欢 那个 我叫什么名字 天霸 不是 是这样 这个就不要提到另外一个人 好的 超哥 谢谢 我已经叫我成贺了 太好了 喜欢看跑男啊 嗯 你呢 喜欢 都特别喜欢 那这两位小朋友是来自于天津的 对 你和他们在工作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接触呢 我们在一块儿拍了一支宣传片 嗯 对对对 戴黑了吗 嗯 啊 最喜欢谁 跑男女 最喜欢邓超 这懂事啊 没有排练 完全没有排练 真的没有排练过啊 你呢 邓超 大点谁 邓超 不好意思 其他几位 这个环节是送给你们的 以及遥远的大黑牛 不好意思 你们是零票 其实这两个孩子是我们这个 跑男女一次公益活动当中遇到的 当时我们是来到了他们学校当中和他们进行一次阅读的分享 对不对 所有人都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读书 是的 嗯 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吗 我当时我们圈坐在那儿 啊 然后我读的是小王子 哦 不对 啊 左蓝读的是小王子 嗯 对 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快乐阅读的方式可以带给孩子们更多的 是的 阅读当中的一个乐趣 其实我在家也会给孩子们读书 是 读书太重要了 你们也爱读书对不对 嗯 对 所以跑男和读书的时间要分好 好不好 好 不要因为看跑男然后没有复习功课 好吗 好 跟配好 然后希望跑男给你们读书更多的动力 好不好 好 太乖了 没有一个人说不好 好 当然他们都特别特别听你的话发现没有 好的 其实他们在看我们跑男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从中汲取了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没错 学习的习惯 没错 而我们跑男在做公益的过程当中 其实做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些 我们一起现场所有的朋友 您可以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大屏幕上 接下来呢我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过往的岁月当中 跑男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 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我们奔跑吧 一直在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一共为三十九所学校 捐赠了超过一万五千双的心跑鞋 捐建了三十九个快乐体育乐园 二十七个阳光书屋 为孩子们修建了七条崭新的阳光跑道 全新一季的奔跑吧节目组还联合了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共青团浙江省委 浙江省七彩阳光公益基金会 共同发起了向阳奔跑 用爱陪伴公益活动 为全国的留守儿童 创造美好的童年 把掌声送给最可爱的好男们 其实刚才我相信大屏幕 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超哥看到的 是过往四年当中 自己所去经历过的一幕又一幕 应该特别感慨 时间好快 真的时间好快 有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一块 突然觉得四年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在一块 像家人一样度过了那么长 而且有这么大的家庭 就想如果他是 曾经是一个小学的话 他都快高中了 是 如果他是当年上的大学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们会做得更好 会做得更好 而且你会发现 当我们用心去做的时候 跑男的大家庭 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就像今年这一季最新的跑男 除了可爱的孩子们 还有更多来自于各行各业的 我们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是 加入到了节目的录制当中 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他们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